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美女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 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去旅游 在这里红灯区是受法律保护的 来到这里晚上出门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信用品商店 而红灯区的美女也是林立街头招来顾客 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 除了合法的嫖娼和性交易以外 西施大麻和同性恋在荷兰也是法律允许的 走在荷兰的街头 若看到coffee shop字样的店铺 可别误以为是咖啡店 因为里面卖的不是咖啡 而是大麻一类的毒品 同时在荷兰如果看到同性恋 走在大街上散步 可千万不要投影异样的目光 因为自2001年起 荷兰就正式注册 成为了一个同性恋合法的国家 并且还有一年一度 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船活动 这是专门为同性恋准备的节日 活动现场可为相当壮观了 虽然荷兰是一个极度开放 甚至开放的有些过头的国家 但是国民素质却普遍提高 各种犯罪率 在欧洲国家的排名都是最低的 或许人性的恶跟被压抑 被限制有着一定的关系吧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